两年前的山东非法疫苗事件还未被忘记,今日,长春长生及武汉生物的摆摆破疫苗事件,又让家长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 一时间,种种舆论质疑成井喷噬爆发,真相和谣言温质打来。 公众除了愤怒、恐惧,更多的是不知所措。 今天,我们暂且放下对生产企业的指责,只探疫苗本身,在火热的三福天里,我们更需要理性和科学,按照国家命运程序,百般破疫苗需接种四季次,分别月三、四、五月零和十八月零的接种一季次。 六岁时,还需要强化免疫,打一剂白破疫苗。 本测试是疫苗的问题,是效价测定向不符合规定。 疫苗的效价指的是疫苗使人体产生特异性免疫力的能力,也就是疫苗的有效性,受疫苗生产环节,保存环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。 需要明确的是,疫苗效价与疫苗安全性,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 效价不符合规定,可能会导致接种后产生的抗体低度,达不到预期效果,从而降低预防疾病的效果,甚至没有效果。 网上流传的这张照片,可以说很形象了,效价不符合规定,并不因为这接种后,会对人体造成危害。 理论上虽如此,但不确定的风险,最让人焦虑和恐惧。 更何况,承受未知风险的是我们的孩子,所以,媒体炸了,家长慌了,朋友圈里都是孩子的疫苗本。 如果发现孩子已经接种了设施疫苗,怎么办呢? 建议家长先冷静下来,咨询当时的接种单位如何处理。 如果是要补重,也要按照国家规定的免疫程序来,不可盲目进行。 据河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月23日消息,河北省已形成了补重实施方案,近期将开下补重工作,相信其他省份很快也会制定出相应的处理措施。 疫苗究竟是什么? 疫苗,是绝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发生、流行,用于人体预防接种的疫苗类预防性生物制品,往往它所要防疫的病原体,或其中的某一种成分。 疫苗接种的原理,是将疫苗制剂注入集体内,主要用于健康人群,尤其是儿童,使集体针对外来物启动免疫应达程式,对相应病原体产生抵抗能力及产生抗体,进而获得对某些疾病的特异性抵抗力。 来看看牛痘疫苗的故事,就不难理解了。 18世纪,煎花在欧洲大面积流行,英国医生爱德华琪娜,发现其男女工在坏牛痘的母牛上感染牛痘后,就不会染上天花。 经过反复观察和研究,他于1796年的一天,用刀在一个八岁孩子的两条胳膊上划破几道,结种上牛痘,成功预防了煎花的发生。 就这样,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支疫苗,牛痘疫苗。 减毒活疫苗,灭活疫苗,有什么区别? 从疫苗的来源来看,可以狭义的理解为,接种疫苗,就是接种病毒。 只不过,这里的病毒是经过特殊处理,减弱或丧失了致病性的病毒。 除牛痘疫苗是活疫苗外,其他疫苗大多是减活或灭活的。 减毒活疫苗的病人体是活的,灭活疫苗的病人体是死的,前者能更好的刺激人体产生抵抗力,免疫效率高于后者。 但对于抵抗力低下,或免疫缺陷的人来说,减毒活疫苗还是有引发疾病的风险。 应尽量避免使用,实际上,有些疫苗同时有减活和灭活两种,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,如击碎回致炎疫苗。 值得一提的是,随着女医学科的进步,20世纪80年代,基因重塑技术开始在疫苗中得到应用。 我们熟悉的一肝疫苗,就属于基因工程疫苗,只合成带有抗人成分的病人体部分,不含致病部分,血液成分,因此更安全,更高效。 一类疫苗,二类疫苗,是按照什么划分的? 国务院,2005年通过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,对此做了明确说明,第一类疫苗,是指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,公民应当依照政府的规定受众的疫苗,包括国家免疫规划确定的疫苗,省,自治区,直辖市人民政府,在执行国家免疫规划时增加的疫苗, 以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,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组织的疫苗及接种,或者群体性预防接种所使用的疫苗。 第二类疫苗,是指由公民自费,并且自愿受众的其他疫苗。 简单一句话,一类疫苗免费,必须接种孩子入托、入学,相关机构会查验预防接种症。 二类疫苗自费,自愿接种。 至于为什么有些免费,有些收费,最重要的原因,大概是国家目前财力有限吧,将来国家更发达了。 不差钱了,把所有疫苗都内入一类疫苗也是有可能的。 对于家长而言,如何给孩子选择二类疫苗? 建议根据疾病危害程度,家庭精致调节和孩子自身的身体状况,自寻医生后自愿选择。 比如,小儿麻痹症一代发生,危害极大。 接种疾瘦灰质炎面活疫苗就很有必要。 水灯容易在冬春季流行。 轮状病毒性腹泻,容易在秋季流行。 二者传染性强。 孩子疾瘦重症,可以在流行季节前预防接种。 凭促体弱的孩子可以选择接种肺炎炼球菌疫苗。 接种疫苗能保证100%的预防效果吗? 很遗憾。 不能。 这与疫苗本身的质量和受众者自身情况有很大关系。 只能说,疫苗可以保护绝大多数人接种后,产生预防效果。 比如摆摆破疫苗,完成全部接种,可达到80%,100%的预防效果。 即便有不了反应,也是轻微的。 疫苗接种的禁忌症,及不了反应有哪些。 待孩子接种时,家长都要签署至情同医书。 里面有详细的接种禁忌,不了反应等说明。 建议家长耐心过目,不明白的地方询问医生,还要主动告知孩子的信息。 比如,近期健康状况,病史,有药情况,过敏史,即往接种疫苗的情况等。 一般来说,处在发热或疾病急性期的孩子应在缓接种,在康复期后补重。 其他特殊情况,如果免体质,免疫功能补全,患神经系统疾病等。 应由专业医生来判断是否适合接种,家长不可自作主张。 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,多发生在接种后的24到48小时内。 主要有,发热一般不超过38.5度,皮疹,注射部位红肿热痛等,一般都比较轻微。 这是免疫系统激活的表现,家长不必过于紧张,而过敏性休克等严重不良反应,多发生接种后半小时内。 所以,建议每次接种完成后,都要在接种单位,至少观察30分钟再离开。 若不幸出现意外,方便及时抢救。 疫苗可以提前或延迟接种吗? 疫苗接种的时间应按照免疫程序规定来,不需要提前接种可能会降低免疫效果。 如果遇到特殊情况,可以延迟接种,缺几剂不几剂,不需要从头开始。 最多可以同时接种五种疫苗,克服夹左右上臂夹左右大腿。 但要由医生根据疫苗的不同类型,孩子的身体状况,及难受程度而定。 比如,如果是两种减毒活疫苗,间隔时间应不少于一个月。 如果是两种面活疫苗,或者一种营业活疫苗,加一种减毒活疫苗,可以同时接种。 但一定要选择不同的注射部位,且不可混合真剂。 孩子打疫苗,家长要做哪些功课。 接种前,对即将要注射的疫苗,及预防的相关疾病进行了解。 并对孩子进行引导,让孩子吃点东西垫垫肚子。 避免因低血糖或害怕而出现认真,选择正规的接种点。 不要轻信所谓特殊渠道获得的疫苗。 接种时,帮医生固定好孩子的四肢,以防论动,并安抚好孩子的情绪。 接种后,观察孩子的变化,保留好疫苗本,以及接种单位的电话。 记住下次接种的时间,疫苗种类,方便的话,对疫苗的外包装合,进行拍照留存。 回家后,让孩子适当休息,多喝水,避免抓牢注射部位,避免着凉,但不用特殊忌口,接种单天也可以洗澡。 留意孩子接下来几天的身体状况,体会疫苗糖丸比较特殊,因他比药效与温度有关。 温度过高会使体失去活性,所以,不能用热水送服,之后半小时内,也不能进食任何温热的食物,包括未来。 疫苗的发现,是医学界的一个伟大奇迹,迄今为绝,人类面对传染病最好的自我保护,还是接种疫苗,这是无庸置疑的医学事实。 就拿我国来说,疫苗在疾病预防领域,只得了显著成效,5岁以下儿童的义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,1992年为9.67%,2014年以下降至的0.32%。 2000年,我国实现了无几回的目标,买诊、破伤风等多种疾病,通过疫苗的高接种率,得到了有效控制。 在了解疫苗之后,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共鸣,如果因噎被试,拒绝疫苗,无疑会将孩子暴露在更大的危险之中,是不理性,不可取的。 但生命经不起而细,疫苗接种不是赌博,孩子是我们的未来。 不应承担无谓的风险,疫苗是孩子的保护伞,不应成为某些人谋取暴力的筹码,希望,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出现。 内容支持,任东南方医科大学,科普百分百助力科普中国,将科学知识在网上和生活中流行起来。 文心提示,以上为科普百分百网上阅读所浏览内容,分享智慧知识传播和学习宣传。 本文内容仅代表原作者观点,如有意见建议,请自信留言,我们会及时处理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